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发球 都是在下蹲的过程当中去把球发出去 而不是你蹲好了以后再去发 为什么要一边蹲一边发呢 下蹲式发球就是要利用身体重心的变化 身体重心的由高突然蹲下来由高到低 来帮助前臂的挥拍 前臂挥拍的速度加大 以及帮助腰部的力量从上到下前方的力量加强 这个才是下蹲式发球 我看到很多业余二号者练下蹲的时候 都是先蹲好了再去发 这个不叫下蹲 这个顶多叫蹲好了去砍球 去切球 没有什么质量 下蹲的这个动作 有点像我们挥斧头 拿这个斧头去砍木头 把这个木头放在这里砍成两半 对吧 像拿斧头挥起来以后 你发力去砍这个木头的时候 你是不是身体要往下 用力啊 你的重心是不是要蹲下来啊 是吧 下蹲式发球就和这个砍木头的动作是很像的 手臂放松挥好把这个拍子想象成斧头 起来以后把斧头挥下去 重心下来啊 往下前方去砍 这个叫下蹲式发球 再看一下啊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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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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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蹲式发球还可以发出侧上旋和侧下旋 这些我会在发球篇里面详细地为大家讲解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全民学乒乓的视频呢 可以点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订阅 打开微信扫一扫 关注乒乓网微信公共平台吧 扫描左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 每天为大家推送乒乓球教学视频 乒乓球技术文章 乒乓网最新活动 还在犹豫什么呢 赶紧关注吧